在天上度过四分钟的时间 地上就过去了四年 巴斯每次飞太空执行任务 身边的人就会老了四岁 但巴斯为了寻找 是一人类居住的星球 只能一次次飞向太空 他每次回来都能感觉到 时间在队友的身上流逝 好友丽莎成为了指挥官 还结婚生了孩子 后来孩子上了大学 丽莎也一次次的变老 直到有一次任务回来 发现好友丽莎已经去世 巴斯这才意识到 当初就不该做那个决定 原来在多年前 巴斯乘坐探索飞船罗布号 前往一颗外星球 进行探查任务 此时的船员们都处于休眠状态 突然飞船检测到 附近有颗星球 便立马唤醒了巴斯 巴斯醒来后 直接前往这颗星球查看 飞船着陆之后 便和指挥官丽莎 执行搜索任务 可他们牵脚刚走 后叫飞船就被藤伴缠住 慢慢拖入地下 而他们也受到了 不明飞虫的攻击 丽莎下令启动隐形模式 希望能甩掉飞虫 可隐形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他们也被迫再次暴露 无奈只能执行B地化 两人合力干掉飞虫后 准备乘坐飞船离开这颗星球 可一意故心的巴斯 没等丽莎赶回驾驶室 就独自启动了飞船 最终因为计算失误 飞船撞上山体 被迫降落在这颗星球上 更加不幸的是 提供动力的燃料被摧毁 而这种燃料很难获得 必须带着燃料接近恒星 并且光速飞行才能合成 没办法 现在他们只能暂时留在这里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内 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建起了基地 并且造出了能光速飞行的飞船 还有提供动力的测试燃料 为了合成出动力燃料 巴斯驾驶着飞船 朝恒星飞去 但因为燃料配比有问题 不能达到真正的光速 最终导致任务失败 直到最后一次任务回来 发现好友丽莎已经去世 就连信仰任的指挥官 也命令她取消测试任务 因为人们在她离开的62年间 早已经适应了这颗星球 就在她准备放弃时 身方的机器猫再次给了她希望 原来她算出了燃料的正确配比 巴斯事先想后 决定再尝试最后一次 根据机器猫算出的数值 巴斯挤出一罐彩虹色燃料 这就是船上中的超光速燃料 巴斯要用它去拯救人类 于是偷偷一艘飞船 正要起飞时 士兵追了上来 指挥官下令 关掉了巴斯的权限 就对机器人带屏赶来时 机器猫再次出手帮忙 他把尾巴插进飞船电脑上 破解了指挥官的权限 巴斯成功启动飞船 逃离了基地 有了正确的燃料配比 巴斯这次达到了真正的光速 然而等他回来后 星球已经误视人非 巴斯顺利降落到地面 并将好消息上报给指挥部 可就在这时 暗处冲出来一个神秘人 将他扑倒在地 接着就看到机器人 走到飞船旁边 往飞船上安了一个装置 然后两个飞船一起 消失不见 神秘人告诉他 飞船被传放到了空中的母舰里 而另一边 机器人树林来到了飞船前 随后母舰飞出一只机器人 神秘人只好带着巴斯先逃跑 破了危险后 神秘人脱下头盔 原来 他就是好友丽莎的孙女 由于巴斯这次达到超光速飞行 所以此次用14分钟的任务 星球时代上 已经过去了22年 而到一周前 机器人大军包围了基地 没办法 基地只能启动防护罩 现在当务之急 是摧毁空中的母舰 让所有机器人下线 这样才能将超光速燃料 带回基地 而就在这时 巴斯查看到外面有异响 巴斯被机器人强行抓走 希望在队友的集火输出下 这才把他救了出来 看到手下执行任务失败 机器人收领契机败坏 他决定亲自出马 另一边 巴斯在仓库里找到一艘飞船 准备驾驶他去摧毁母舰 不料在半路上 却遭到了攻击 今晚巴斯驾驶基础高超 也还是被击中船体不幸坠落 机器人猫很快检测出 飞船的故障 只要换到这个装置 就能修好 几人好不容易拿到装置 一名队友却不慎触发了机关 几人瞬间被困在了锥形牢笼内 为了逃出去 巴斯让队友撞向能量员 可他们的力量明显不够 需要巴斯的帮助 此刻 一向独断独行的巴斯 正在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 他配合几人一起撞向能量员 在连续三次撞击后 终于将其碎毁 可就在这时 维修装置却不剩第二路 巴斯立马让队友先逃跑 自己带回去拿回装置 就在巴斯马上掉下山崖时 队友及时抓住了他 可就在他没返回飞船时 机器人手里 有个大魔王出现了 他伸出钢爪 抓住了巴斯 然后安东传送装置 瞬间消失 巴斯被传送到了母舰上 可奇怪的是 无论巴斯怎么攻击 左狗也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只是挡在眉口 不让巴斯出去 随后机器打开 一个酷似巴斯的老人 走了出来 老人走上前 从膀子上掏出一块名牌 竟然和巴斯那块一模一样 此时的巴斯一脸懵逼 老人告诉巴斯 他其实是50年后的巴斯 原来 当时超光速飞行的巴斯 进入了另一条时间线 而这个时空的巴斯 比他早50年回到星球 可指挥官却因为他偷了飞行器 准备将他逮捕 但拿到超时空燃料的巴斯 并不想这样被抓 他只好先逃离这里 另想办法 于是在太空旅行了几个世纪后 他意外碰到了 左高大魔王的母舰 并在这里 找到了他的机器外壳 他突然意识到 既然能用时空燃料来到未来 那依然也可以穿越到过去 但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巴斯要失去这84年的记忆 看上手里的照片 巴斯开始犹豫了 两个巴斯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老巴斯一直和机器人在一起 跟星球上的人没有任何感情 但这个巴斯不一样 他和星球上的人有很多故事 他被想失去这些珍贵的回忆 于是拿着燃料向外走去 但老巴斯心意已决 他便让机器人将巴斯拦住 并将他绑了起来 而此时 丽莎的孙女丽奇他们 也穿透到了母舰 老巴斯决定改变这一切 而话还没说完 一只飞镖又射中老巴斯 原来是老机器猫 他又喜欢年轻时的巴斯 还帮他解开了手铐 他们来到主控制室 启动了母舰的自毁程序 就在这时 老巴斯也赶了过来 他一把掐住巴斯 将他甩飞出去 却意外破坏了重力装置 超时空燃料 也飘到老巴斯面前 正在他快要拿到燃料装置时 巴斯突然开枪把他打倒 感人黑狠摔在地上 直接晕了过去 这时 丽奇也发现了巴斯 并用船呼机叫醒了他 最后力气打开飞船煤 外面是坏坏无边的太空 他患有严重的太空恐惧症 但为了巴斯 他必须克服恐惧 于是紧闭双眼 似乎一鼓气 然后纵身一跃 豪在最终 顺利到达对面 此时 醒来的老巴斯 用光炸抓住了 想要逃跑的巴斯 巴斯手上的武器不慎掉落 还有队友及时出现 把武器顺利丢到了巴斯的手里 难道武器后 巴斯开枪打断了机械爪 可掉落了机械爪 很快就自己回到了 左阁大魔王手里 巴斯电撞 立马冲上去 一枪打爆了控制台 提前击活了自毁程序 随后跟队友一起 传走回飞船旁 并在爆炸前 成功逃出了母舰 但不死心的老巴斯 再一次追了上来 他抓住飞船 取走了燃料装置 随后准备一炮解决掉巴斯 危机时刻 巴斯弹出飞船 启动背后的微型飞行器 然后射出致命一炮 就这样 老巴斯也随着爆炸 消失在了太空中 虽然失去了超时空燃料 但巴斯这次不再着急回家了 因为在这里 有更重要的人要守护 故事最后 巴斯组建了新的太空骑警小队 然后说出了那句巴斯最经典的台词